周董一现身 媒体立即包围上去 因为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在世纪婚礼之后 艺人周杰伦有如神影 消失在荧光幕前 就算昆琳怀孕事情曝光 也不见他现身 之前因为替音乐创作比赛代言 在一连颤的喜事之后 周董终于出现了 只是一路都在跑给媒体追 闪躲无门的他 最后只好躲在厕所里等出场 在台上的时间 也是他唯一讲话的时刻 自己的事情绝口不提 却在台上大爆料自己的朋友 那时候就找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人 非常糟糕 现在已经有一个人讲话了 现在他们在原来 他在演戏就放怀成 原来是这样 他还是是演戏的 不小心的通通的还趁机爆料 那时候只要来唱合影 完全才把人看完全不懂 那时候还蛮帅的 当时就是因为 那时候应该就是帅 而且平常KTV都长得不错的 有些人就试着长 KTV歌而已 KTV歌 结束活动后 周董一语不发的快闪离开 面对记者的提问 丝毫没有要回答的意思 不晓得是不是不想回答 坤林父母要离婚的传言 还是还没习惯聊爸爸的经话题 一路直奔保姆车离开 夜市娱乐新闻中心 台北报道